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学习一篇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课文,第47课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课文所涉及到的单词 在本课的生词部分呢,我们只出现了两个小的词汇 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like like 动词,而且是极物动词,叫喜欢 因为它是极物动词,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直接在后边加逼语 把你喜欢的东西放在like的后面 比如我们可以说,I like coffee very much 叫做我非常喜欢咖啡,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 如果大家能知道like当动词当喜欢讲的话 那么这里面呢,我想再送给大家一个词汇,非常好记 当我们在like前面加上三个字母 D-I-S 这个词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极物动词 叫dislike dislike 作为极物动词,它的意思是不喜欢或者是讨厌 正好是我们like的反义词 所以啊,当我们说我不喜欢咖啡的时候 或者我讨厌咖啡 你可以叫I dislike coffee very much 好了,那么除了like做动词以外,我们大家不得不了解 它还有另外一个词性,因为平时啊,我们经常会见到,经常会用到 也就是说like我们还可以做戒词 like做戒词的时候,我们习惯把它翻译成叫像 一个单理人加一个大象的像 比如当我们说you look like your father 这个句子的时候,里面的like我们就不能把它翻译成叫喜欢 应该是像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看起来像你的父亲 you look like your father 那么如果大家知道like当像讲的话 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英文当中的习惯表达方式 叫做like father, like son 按照我们字面的意思啊,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像父亲 像儿子 不知道大家根据字面意思能不能猜出它真实的含义呢 对了,这个习语的意思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看来虽然我们两个国家的语言啊,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是很类似的啊 英文当中也是用父亲和儿子来进行的比喻 那么说到这的时候呢,我想再送给大家一个啊 看起来非常类似的结构叫做love me, love my dog love me, love my dog 我们把它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叫做爱我 你就连我的狗一块爱了吧 对了,很多同学根据意思猜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叫爱屋即屋 所以大家知道like常用的有两个词性 做动词是喜欢,而做借词叫像 want want 极无动词想或者是想要 因为它是极无动词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后边加您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直接加冰语 比如说 I want a cup of coffee 我想要一杯咖啡 此时 a cup of coffee 就做极无动词want的冰语 再比如 I want a piece of cake 我想要一块蛋糕 那么此时 a piece of cake 就用作极无动词want的冰语 谢谢大家